好了,我们现在讲一讲,继续讲这个怎样,柔和的说话去改变人,如果要改变人的话,效果第一的是什么呢? 你越指责,他越反抗,越没有用,更有效的是什么?体恤他,欣赏他,其实欣赏是很有力量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后母,我在学校写这个书法,你们是不是叫书法? 然后我有八十分,我带回来给我的后母看,她看到,她说,很好啊,我就很开心,过一天,我八十一分,我有带给她看。 这个维持一段时间,这个欣赏,这是欣赏的时候会更有动力的。 然后效果第一的,强势和愤怒的态度,越强势越愤怒,人就是表面顺从,但背后是悲逆的。 然后更有效的是柔和关心的态度。 你关心人,他更愿意改变的。 你用柔和的方法。 有些人是用不犹豪的方法。 我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祖母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圣子,因为她跟她的圣子住,我的圣子常常都不对我说话的,不与我沟通的。 我就问她,那你的圣子有没有什么长处,因为通常来说,长处是我们能够欣赏人的地方。 她说,她有学校有好的朋友,我说,怎么样啊?怎么有好的朋友,你怎么知道? 她说有一次,她忘记带她的书本回家,然后她的同学带回来给她。 我就看到,她的同学对她很好。 那我就问她,那你当时对她说什么? 她当时说什么? 你以后就要记得带你的书本回来了。 你觉得这个孩子听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了? 就去告诉我,上一次不要犯错了。 我就告诉这个老师,如果你当时说,我看到你的朋友对你很好,你必定是对你的朋友很好。 这样的话,你的圣子就会跟你沟通。 但你就是说,你上一次要记得带书了,你们有没有对你的孩子这样说话? 我不是说每一次都是错,但意思是说,尽量找机会去欣赏她。 她会更喜欢你,更会回应你,更会讨你的喜悦。 如果她每一次做什么好事,你就给她用什么方法鼓励她,她就更愿意让你知道她做的好事。 这样她会更有动力的。 这个是鼓励人的方法,也是鼓励其他基督徒啊,弟兄姐妹啊,同工啊。 好了,效果第一的,不理会对方的感受,就是对方不开心,不理会,这是她的问题。 但更有效的是关心和回应对方的感受。 虽然有些时候感受好像,这个感受可能你觉得不合理,为什么不开心呢? 如果她有些事情发生不开心,你说不需要不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呢? 这样的话,去不理会她的感受。 但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做的不好的时候,你的事情不顺利,你就不开心。 我知道你这个感受,是不好受的。 她会觉得,哇,你明白我的感受。 我想问你,有没有人对你说话明白你的感受啊? 多不多啊? 不多啊? 很少,你要想一想,想到有没有。 我告诉你,我的太太常常都问我,什么事情发生,你觉得怎么样? 她常常问我。 她很关心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 例如有教育,有什么做的不好。 她的这样做,你有什么感受? 她会问我,她关心我的感受。 这个就是她的非常好的太太。 所以我说,我没有看过另外一个更好的太太。 就是她会关心,你也可以这样的,你可以关心别人的感受。 别人不开心,你说,我知道你不好受。 好的,然后效果第一的,不理会对方的困难,她有困难。 你是说,你努力做就可以了,努力做啊。 但,接受和关心对方的困难,我知道这个很困难的。 我知道不容易的,你已经很努力的,我欣赏你的。 然后效果第一的,只讲自己想说的话,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其实有些人更严重的,曾经有,有些人打电话给我, 这些人都有这个习惯,不停地讲。 讲完一件事情,我没有机会回应,又讲第二个事情。 讲完第二个事情,又讲第三个事情,你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这些人通常都很难找朋友,为什么呢? 人都听厌了,很厌烦,每次说话,不停地说,没有等人回应。 我有些时候会说,可不可以停一停,让我回应你刚才说的话好不好? 因为他继续这样说。 我不会说,你永远都去继续说话,没有给我机会,我不会这样说。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停一停,让我回应你好不好啊? 我用好不好,让他一个机会,这个就是有何的方法,说话了。 好的,更有少的是,聆听和留意对方的话和感受。 就是对方有说一些困难啊,不开心啊,我们听到这些字眼。 情绪的字眼,不开心,我觉得,或者是想法,很困难啊,觉得被伤害,我们马上留意。 为什么,这个学习联听是不容易的,因为人,我们沟通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如果这是我们沟通人啊,对话,很多时候,他说什么话,我们很想说我要说的话,我想告诉你怎样改变,怎样改变,是不是? 很容易说,很容易说,对他说什么话,教导他。 其实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话,我们都听不到,只是想我要怎样回答他,有没有这个经历。 但如果我们能够聆听他,回答他,而且去发觉他里面的感受,这些事情发生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话,他会觉得被尊重,是不是? 这样的话,更能够影响人。 希望我们都留意这方面啊,好了,效果第一的,太多吩咐和督促,就是太多,你要做,你要做什么? 更有效的,引导对方去分析和解决,你有这个困难怎么解决啊,你怎样可以,你觉得怎样可以进步啊,用提问的方法,你有什么做的好的地方,我欣赏你,你觉得可以怎样进步啊, 就是这些,能够有沟通,更能够影响人的,而且多说恩典的话,恩典的,神有神的恩典的话,人有人的恩典的话,我关心你,我欣赏你,欣赏你所做的,我珍惜你,你很宝贵的,我希望你都能够对人说,你很宝贵,我珍惜你,你是宝贵的,我看到你的长处,我想问你,你们能够说这些话? 我喜欢见到你笑啊,我见到你笑,我就很开心啊,人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啊,就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表达圣灭的感情的时候,人会开心的,我见,我说,我见到你们专心,听我说的,教导,我很开心的,我真的开心的,哈利路雅, 我见过有睡觉的,听众的,有些,有些人听到,就是睡觉,我看过的,我看到你们集中,听我的教导,我感谢神,我喜欢,我开心的,开心是令人觉得开心的,我们说出来,我开心你帮助我,我看见你的努力啊, 人会觉得开心的,啊,我看到你很努力啊,这是我们欣赏他,看到他的好处,你进步很快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会越来越进步的,神会祝福和使用你的,这些话你们有没有说啊,希望我们更多说, 而且你看看这三个表情啊,像图片的表情,都是很正面的,是不是,令人很舒服的,我们也求全帮助,我们常常有这些,说恩典的话,而且好像小朋友这样,感情流露,有回应的小朋友,更容易改变人,喜乐的心呢,是良药,喜乐仍依据自己,也依据别人,但我们有,好像小孩子一样, 回复,好像小孩子一样,看到好的事情就开心,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开心呢,因为世界太多困难了,是不是,人太多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看着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开心了,是不是,你记得我说,多看神的恩典,人的恩典,是不是,小看不好的东西,但很多人是去看不好的东西, 所以永远不能开心,开心笑,但如果我们说,感谢神,哈利路亚,你多笑的话,周围人都很喜欢你的,好了,我们能够有喜乐,从神来的喜乐,因为我尊重神神的喜悦,所以我就可以开心,这个是喜乐的秘诀,我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气, 所以神喜乐,我也喜乐,我也喜乐,我们也感情流露,你做的饭很好啊,你的分享很好啊,谢谢主啊,这样的话,我们感情流露出来,也回应人的情况,回应人的需要,万幸人的情况,就更能改变, 回应人的情况,回应人的情况,就更能改变,难不难啊,很好,很好,你看到我们唱这些轻松的歌,他都在跳舞,你们都可以跳舞的,帮助你回转,好像小孩子一样,跳舞对你有帮助的,好的, 而且,而且我们需要依据被封闭的感情,因为很多人的感情已经被封闭,你能不能够很开心的笑,有些人笑是怎么样的,拍照片的时候,是口笑,有些人是眼睛笑,口笑,眼睛笑,更美丽的,所以有些人分析,有些人笑是假的, 为什么是假的,口笑,真的笑,眼睛也笑,这个就是感情很释放,很自由,因为知道神照顾一切,所以我们就轻松做人了,我们就开心做人了,我们开心做人的时候,就慢慢这个感情就恢复,我们怎样恢复这个感情呢? 亲近神的时候,相信神喜悦自己,亲近他,就很开心了,喜乐了,喜乐去良药,在祷告中,回到自己受伤害的情况,相信神当时爱我们得意志, 你要深信,不用怕人,或者是人的伤害,相信神会祝福,就对伤害放手了,因为伤害令我们失去这个孩子的心, 从小的时候太多伤害,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开心的笑,开心的笑是礼物,是对自己的礼物,也是对人的礼物,你的生命更提升,开心的传道人更能吸人员去跟踪神的, 而且珍惜善待自己人,有人对我们好,感谢神,感谢神,我每次来的时候,老师都为我预备好的东西在我的房间的, 我留意到的,我告诉你,我留意到你每次放的花朵在那里,我留意到,我留意到你为我预备的水果,我留意到你为我预备的饮品,这个是感谢神, 哈利路亚,好的朋友,要珍惜,有些人很容易奉闭人,有什么,他说句不好的话就奉闭他,其实这个就破坏我们的生命,这些人奉闭奉闭,慢慢就没有朋友了, 但有好的人对你好,去礼物,哈利路亚,礼物不会常常来的,好的朋友不会常常来的, 有缘对你好,珍惜,善待他,所以我对我的太太,极度的好,让她开心,她就会永远对我好,更享受生命,你也可以对你,所有对你好的人都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更轻松了,哈哈哈哈,我的太太,不应好像小孩子的, 当我,当我说,我今天去拍拖好不好,拍拖里面有这个经历,她就喊喊,跳啊笑啊,就会很开心,她会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啊,她会反问我, 因为我今天晚上我会拍拖,她就很开心,她好像小孩子一样,她令我很开心,因为她做的都是令我开心的事情,我也尽量好,尽量对她更好,令她开心,好了, 然后,然后,珍惜,善待自己的人,能够轻松的与人沟通,和,就带来意趣了,就是,为什么呢, 人有lectricanto measure,这个话,因为,的人有问题,越轻松沟通越能解决,越 kh ajudar,越 Territor,越強烈的准备,越没有好的结果,月游合,游合的舌头,能截断骨头,这是游合的舌头,然后留意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我们有情绪,我们可以游合的用言语表达, 例如你真的很不开心 你告诉人 我看到这个情况不开心 但不要说 因为你做 所以我不开心 但你说 看到这个情况 我不开心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个情况 但最好是说正面的话 但有些情况 你可以表达你的感情 但不去发露出来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困难 我真的有些不开心 但我可以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可以说出来的 说出这个正面的解决的方法 好了 如何如何的说律法的话 刚才我说了些少 这是探讨 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可以考试更好 你画画很美 你觉得可以怎样 发挥你的生命 探讨是这样的 你前面的路不知道 你探讨找一个方法 引导是我知道 我引导一个人 当我聆听和回应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样 当我聆听你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可不可以也聆听和回应我呢 这是我知道 我想引导他去聆听和回应 我就引导他去明白这个真理 我会很欢喜见到你回应我的 然后教导 我觉得你要发挥你的所存 会不会更有很有满足感呢 这是我去教导他 但我用问题的方法 你能够发挥你的生命 会不会很满足啊 你想不想发挥你的生命 我继续去告诉他 你发挥你的长处 你的生命就会更满足了 吩咐 我们可以用游和的方法 很多是用很粗辱的方法 你快快洗碗啊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你很懒惰啊 这个其实 有没有好处呢 这样 你快快要做什么 有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 快快 还不快快去做啊 但其实 留下是一个不好的感觉 如果一天些少不好的感觉 明天一些不好的感觉 后天一些不好的感觉 每天都不好的感觉 会有什么后果呢 心里面就 很多的伤害 所以我们就说声了 让我说的话 都令人觉得舒服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请你帮我洗碗好不好 谢谢你啊 你能帮我做一件事情吗 我们一起去做清洁 好不好啊 解决 有些少需要解决 但可以用游和的方法 你这样知道 你知道这个错误 你知道带来什么后果吗 你觉得你这样说话 会给人什么感觉 这个是游和的说律法的话 我们需要处理事情的 但用游和的方法 结果更好 我们也是要明白 有些人以为这些鼓励 你就多多倚靠神了 这个不是鼓励 这个是吩咐 但不一定是错 我不是说吩咐是错 但你知道你是吩咐 但有些人以为这个是鼓励 你又更多祷告 更多倚靠神 更多读经 这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每一次都去说这些话 他是觉得你是永远都去提醒我 永远都告诉我 就会有一种感觉 是不是你不说我就不会做 所以你就常常的提醒我 但其实我们可以鼓励的 什么是鼓励的 我看到你的努力 我很开心 我欣赏你 欣赏看到它的好处 这个是鼓励 令它觉得舒服的 是鼓励 然后第二 你就多祷告了 这是也是吩咐 其实 但不是错 我不是说这个是错 但如果永远都去吩咐的话 后果不是最好的 你就尽力处理思想和情绪 尽力去 这个也是他未必喜欢听的 我看到你的进步 你必定能够继续进步的 我看到你处理情绪非常好 你才进步中了 这个他更开心的 所以我说讲到这个 讲到的时候 在讲到的时候 不但去告诉他 你要祷告 你要读圣经 而是说 神已经有美好的恩典 为你预备了 当你祷告的时候 他很乐意 你亲近他的时候 很乐意 这样各样的礼物寄给你 所以我们多多祷告 神就很喜悦 神就大大祝福你 我们越进进去 自己就越喜乐 越有神的祝福好不好 这样的话 鼓励人祷告 他们更有动力去祷告 他们会想到祷告 是一种 对他们有益处的东西 但有些人是觉得这样的 信耶稣 有永生很好 但去教堂 有几样不好 又要去教堂 要读圣经 要祷告 要传福音 要顺服 要认罪 他们觉得这些都是责任 所以他们觉得信耶稣很好 去天堂很好 但很多责任不好 但我们可以将这个变为 有恩典推动的 但你尊重神 神看着就很喜欢 你就是建造在神的盘旗上 你所建造 如果是顺服神的方法 就是经营宝石 你尊重神 就是经营宝石 而且不是地上的经营宝石 是天上的 是非常勇美的 好不好啊 这样的话 他就看到 尊重神是 真的是建造极美好的房屋 在天上涌成的房屋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不断去吩咐他做什么 好了 你努力侍奉吧 但我们可以这样努力的 就是说 我看到你努力侍奉 我欣赏你 这个 右边的 其实我叫二跟三放在一起的 我看到你在进步 你必定能够继续进步 你当天怎样处理情绪 就是说 左边的三 你看到你尽力处理情绪了 但右边是怎样说的 我看到你在进步 一定能够继续进步的 你当天怎样处理你的情绪呢 我觉得很大的进步 你可以告诉我吗 当天你怎样处理 这样的话 他就看到你 你留意他的进步 然后 其他吩咐去 天天这样做吧 继续努力吧 鼓励去 你做得很好 你就继续这样做就好了 哈利路亚 这些也是吩咐 你要多祷告 你要多倚靠神 但引导是怎么样 引导 用提问的方法 你觉得没有力量 可以做什么呢 你怎样可以得到力量呢 吩咐 你要怜悯他 引导 我们可以怎样帮助他 这个是用问题的方法 问他问题 让他思想 第三 你要饶恕他 然后第三 他引导 他这样得罪你 可以怎样处理呢 这是用提问的方法 你要爱神 这个是吩咐 引导是 神有这么多恩典 你会回应他吗 他这么爱你 你会不会回应他 你不值得帮助 这个是非常贬低 对不起 刚才 这个吩咐 你要读圣经吩咐 你要引导是 圣经能 能给你很大的帮助 给你什么帮助了 这个就是用引导的方法 好了 所以不好 不是吩咐 是贬低人 就是 其实批评是不好 贬低人更不好 有什么分别呢 批评 是说你做的不好 贬低是说 你没有能力做的好 你是没有用的 这个是贬低 再说一次 某人做事情不好 你说他做的不好 这个是批评 批评是不好 但贬低人更不好 你太蠢了 你永远没有用的 你 总是不能进步的 这个就是 就是贬低他 好了 你反应 这个贬低人 然后看中人 这是神给你能力 和恩赐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 神看中你的 神会使用你的 给你恩赐的 这个贬低人 就是你学 这个是网造化 然后这个是贬低人 但神看中你的 神是宇宙的 变为有智慧的 你肯定有智慧的 这个也是广东话 普通话怎么说呢 就是顶不住了 顶不住了 神会帮助我们 到底的 神会帮助你的 看中你的 对不起 我写的都是 这个话 就是被你给抢了 给抢了 真的 被你气坏了 气坏了 然后 然后 神接纳我们的不好 神接纳 神接纳我们的 我们的 什么不好的地方 好了 这个贬低人 你令人觉得厌烦 好的 我们继续 你令人觉得厌烦 这个是贬低人的 然后 神接纳你 爱你 要将我们变为可爱的人 这个是 看中人的 你不值得帮助 这个是贬低人 然后 恩典是 神看中你的 每个人都是宝贵的 神愿意提升你的 任何人的 现在是比较批评人 和人身攻击 这个 人身攻击更严重的 你开了这个 你开了这个 灯 你开了这个 你做是很慢 这个是批评人 然后 人身攻击 你记上 你低能 然后批评人 是你学完 你就忘记了 人身攻击 你是蠢材 你是没有用的 这个都是 人身攻击 是更严重的 然后第三 讲很多 你都不改 这是拒绝他的不改 你要 内 是不是 内 内 内 跟性 内 就是说你坏到底 好的 然后第四 批评人 帮你都没有改善了 然后攻击 是你 没有用 你这个人没有用 批评人 你不认 你不懂得 怎样语言相处 然后人身攻击 你无 原原 你令人讨厌 这个 我们留意这些话 我们就留意 神来帮助我们 说话 要知道这些话 的破坏性 的严重性 现在是要你知道 批评人 你表现不好 然后 人身攻击 没人都听看你的 没有人喜欢你的 第七 批评人 你不听人说话 然后攻击去 你太固执了 你无药 无药可救了 批评人说 你没有 祈祷 读圣经 人身攻击 你不 神不接纳你的祷告 你祷告有没有用 这个 更严重了 是不是 更严重 好了 神愿改变人 因为他们拒绝 需要改变 但有些难以改变 只能接纳 是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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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些是 比达尔 你随着 都应该吃不到 是放来的 好的 那我们怎样改变人呢 从聆听了解 他们的情况 内心 他们的内心 世界和难处 了解 他的情况 第二 接纳他们 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 有人要改变人的话 聆听 要接纳 让他们觉得 你是宝贵 你是重要的 第三 引导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 你觉得你现在语言的关系怎么样 你觉得你的情绪管你是怎么样 你觉得你的生命 你觉得有没有力量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前置 知道他们的好的地方 他们有没有什么前置 询问他们想不想改善 第四 引导他们去思想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你有这个情况 怎样可以改善呢 第五 问他们可否 向他们提议其他做法 如果他想不到方法 我就问他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第六 将责任交给他 让他们负责自己 不代表我要为他做 就是让他 你可以这样做的 你能不能够这个星期 尝试去做啊 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啊 这句话 你可不可以这个星期这样做啊 跟你这个星期要这样做 有没有分别啊 你可不可以这个星期这样做啊 你要这个星期这样做 是不是很大分别 这些问题 就完全地改变这个 这个 这个 传递的感觉了 第五 第五 提议一下 可不可以 提议其他方法 第六 将责任交给他们 第七 用动力试点 鼓励他们 为自己改善 改变 这是 记得这四点吗 神是全能的 神是掌权的 神很爱我们的 我们亲见神 尊重神 必定蒙福 第四 不尊重神 犯罪比我破坏性 那 你想不想 蒙福 你尊重神 必定蒙福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欣赏他们 任何小的改善 不背负他们的担心 他们 有什么改善 就欣赏 他们没有改善 不需要发怒 不需要背着他们的担心 好了 这里说就是 刚才我说 我们说 怎样说柔和的话 怎样说什么话 更重要 更宝贵啊 什么话是不好 这里说 实际上帮助人改变 简单去 第一点 聆听 关心 接纳 第三 引导他们 知道他们的情况 知道他们的情况 后果会怎么样 第四 引导他们 去思想 有什么方法改善 你想不想改善 有什么方法 如果 他没有想到方法 我可以提议其他方法 其他做法吗 你要将这个责任交给他 不要强迫他 你要这样做 你要做 你 你可以 你的生命可以提升的 你想不想啊 你有些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找你 可能也是这样 常常说 哎呀 某人对我 我不开心啊 很多烦恼啊 有没有这样的人找你 哎呀 很多麻烦啊 不开心啊 这个心情不开心啊 又很低声啊 这些都是 他常常说 烦恼的地方 那我们怎样 可以改变他 将这个责任交给他 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处理啊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处理的 你觉得可以做什么 你觉得有没有困难处理呢 这个就是 将这个责任交给他 你觉得什么方法处理更好 你能够处理吗 你觉得可能处理吗 这些方法就是 引导他去思想 是有可能性的 然后用 给他们动力 你这样尊重神 神和喜悦就提升你的生命 他要改善 就欣赏他 这个就是 这个重点了 怎样 不用发露 不用发露的方法 不用伤害人的方法 不用批评的方法 不用这个贬低人的方法 而是用柔和的方法 但是也需要有方法的 聆听 关心 接纳 然后引导他们看到这个情况的困难 引导 细想有什么方法改善 所以这些人常常打电话 哎呀 我很苦啊 哎呀 有人伤害我啊 我们就引导他 你在这个情况觉得 内心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不开心啊 那你想不想改善啊 你觉得可以有什么方法改善啊 有什么方法 你曾经用过有效的 你打钢手 有没有觉得平安一些啊 你有没有曾经放下他们说的话 就觉得轻松一点啊 你能不能够放下他们说的话 他们说的话 停留在空气有多长的时间啊 我们是不是要抓住这些话 还是可以放手吗 他说不能放手啊 他对我说话不公平啊 那不公平的话 你继续发露有什么后果啊 这个就是引导他去思想 引导他去思想 引导他 因为发露后果更不好 求全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加力量给我们 我们有一个短的导教啊 哈利路亚 你们可以站起来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扎免你 你是充满暗点的 求全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整个用柔和的方法去 柔和的方法去啊 祝福人 帮助人 怜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